暑假新手学护肤 专业皮肤管理师带你塑成干净点 第一篇去黑头 原相机无滤镜 鼻子黑头很多 不需要花什么钱 首先要分清黑头程度和情况 方法稍微不同 轻度 这两个家中常备的东西就够了 先用热毛巾敷 打开毛孔之后 用蟹状膏来油搓 一些表面的小油脂粒 小颗粒都能被油出来的 可以用这个方法来日常维护 咱们先洗脸 用热的洗脸巾 敷一下鼻子 大概一到两分钟 松动一下 松动一下毛孔里面的脚砖 敷一个清洁淋膜 清洁淋膜不是说帮你清走黑头 而是把毛孔表面的 黑头油脂和沾东西吸附出来 要敷到看不见肤色为止 反正哪里毛孔明显出大 你就敷哪里 鼻膜大概敷15分钟就可以洗掉了 你会发现一些不严重的浅沉黑头 已经被带走了 重度 如果你鼻子上的黑头又多又明显 或者你已经用了前面两招 但摸起来还是有很明显的特力感 贴个15分钟的鼻贴 这一款鼻贴不是丝拉的 而且不含酸 很多小颗粒和油脂粒已经全部浮出来了 用这种针轻轻刮一下 这散布下来 鼻子可以说是非常干净了 不排除会有一些黑头很很很 很严重的话 可能毛孔生成还会有一些很顽固的黑头 就别转牛角尖 非要把它整出来 反而就会伤害到你的皮肤 那些顽固的黑头 你定期周期性的做一个生存清洁 就会慢慢的更干净了 接下来我会用一些舒缓修护的产品 修护屏障 可能两三天之后 因为你挤压的力度过大 导致出现一些死皮 或者是皮屑 这种情况 你用我之前教的 乳液配合棉签 脱掉周皮了 毛孔蛋的原因 油脂堆积 日积业内会称单 或者有震单的干巴巴的用力挤压 所以清理完之后 我通常都会在后几天的晚间 用一些毛孔表里精华液 关于清理黑头的频率 我自己做的干米皮 大概会在两到三周 看到很明显的黑头的时候 可以做 每个人的皮肤不同 你们的频率 就根据治疗代谢情况而定 黑头白头 都已经很明显影响三周的时候 就可以清理了 还有什么护肤问题 可以